影片即將開始囉 拜託訂閱訂閱訂閱 訂閱一下啦 其他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不追輸了 我們來確認角色成分 就不追輸了 不要再這樣 你可以不要再這樣 有點 請稍發言順序 10號 開始發言 10號發言 剛剛抿了一個掛像 是Focus在6號 因為我知道 我們莉兒最近 心情有一點不好 來… 她剛剛也是 最晚的看牌的一個人 她看完她就這樣 有一個 有一個 嘆氣 所以是不是 有一點 直象 對 所以我滿想聽聽莉兒 怎麼了 這個掛像 在我看起來偏不好啦 不像是拿到 神牌然後玩不了的感覺 比較像是拿到 狼牌 然後覺得好累喔 的感覺 我自己明示這樣子 然後其他人 我就沒著重 因為我看到Ryu這樣的一個 小細微表情之後 我就自己在那邊默默 笑到不行 然後起來就大家來那邊 合家歡樂 剛剛你們那邊好像 好像滿開心的 我就沒有在看什麼之類的 你們剛剛那邊好像有那邊互動 所以我只FocusRyu 想說一起來 我就要賺共六 過 我剛剛也是看到 妳說艾兒還是麗兒 艾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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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也是看到 麗兒跟賴兒 就是六七兩張牌 還滿凝重的 其實那一片都還滿嚴肅的 那一片 然後那片 那邊 那邊 還滿嚴肅的 然後2 3互看很久 所以我也想要著重聽一下 就是你們互看的心得 因為你們剛剛兩個 真的看滿久 感覺沒有看到什麼別人的牌 三好人吧 爸... 約三很認真的在抿 然後他還這樣 他抿完一圈 說看不出來 然後還認真的看了我很久 滿像好的 我看一下 應該是好人吧 先... 先嚴寶 尾寶三號 然後我覺得四號這一局 好像沒有很好的 你的正氣感 有點沒有剛那麼明顯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六號真的看起來 有心事耶 怎麼罵人大 都給他很大的壓力 好像不想再 不想再給他壓力了 但是好啦 十跟一有去點到六這個 我覺得好像 好像滿好的耶 就是你們有去講到六 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但是也好像十比一好 就十那種 十那感覺的狀態上比一好 是因為一你剛才講 那一片...什麼的 就是感覺 微緊張 微 如果十跟一 因為前座位我只聽了兩個人 所以十跟一比的話 我只能十稍微比一好一點 然後敏牌的時候 我覺得三八像好 三五八 感覺稍微像好 其他就 再聽聽 我覺得前面聽起來好像 真的是一號稍微差一點 但因為他講的話 有點比較模糊一點 但是他是第二個講 但是他講他名牌的時候 他講六七嘛 然後就是 有點卡詞的感覺 然後二號神之眼 好像好像看得還行喔 說什麼三五八是不是 就是 有一個深無可憐的感覺 我覺得 應該是好的 對 八號 八號我就不知道 現在有點呆滯 我覺得 我覺得 還行吧 然後他看四喔 那 什麼四號 好像有點緊張喔 想聽四發音 我覺得 我覺得 前置位 比較不好的是這張一號 那後面我要著重聽誰發音 我想要聽 四號吧 四號 六號我就不確定 那五 五確實滿好的 二號這一局的這個敏牌能力 我覺得沒有很好耶 我剛剛敏牌的時候 我覺得五六偏 偏尬 你把這個五保起來 然後你踩我 我自己知道我是好人啊 如果你今天是好人 你這個保這三號 會不會是你的隊友啊 三號感覺對一跟十 也沒有什麼點評 你之後我覺得一號偏尬 二 三會不會 做成一個雙郎啊 待會兒會著重聽五六啊 因為我也是覺得六號 是有點尷尬的 然後五號其實 你說他身無可憐 可是我就覺得 他這局會不會是想要換個打法 然後二號剛剛原本 跟我對看那麼久 可是你看了我兩次 你是不是就是想要 來踩我 我的康會在二 三 五 六 然後待會兒著重聽一下 著重聽一下六號 五號也多聽一點 給五號一點壓力 我是一個好人 五號換你 我演了二 為什麼演二 因為在遊戲前的時候 然後三說 我應該剛剛 上一局的時候 應該相信我的名牌 就直接出掉我五號玩家 所以我覺得 三的名人功力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在名牌階段 對二有點施壓 所以我覺得三好像看出 二有點什麼 那我驗二的收益是最高的 所以我驗了二 二是一個好人 那我就不報他身分了 那四號玩家 你覺得坑叫做二 三 五 六 那請問七 八 九在哪裡啊 七 八 九沒發言 所以你直接 二 三 五 六 四張牌 直接要鎖死三個 那七 八 九會不會 太有空間了一點 我滿好奇二跟三 因為我驗到二是精髓 然後三我認為是好人 那真的四應該 我滿想把四打定的 因為我知道我 不是啦 因為我知道你不是嗎 所以 所以四你踩了兩個 二跟三 二是我的精髓 然後三 三大概就是好人啊 然後三點的一 那一可能也會稍稍進我視野 那我就很好奇 六 七 八 九 有誰要起來跟我焊跳 誰要起來啊 誰要起來 看一下 看一下 小賴那個表情感覺不太像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單邊最好 因為單邊的話 守衛晚上可以守 我可以再多查一個人 所以 六 七 八 九我就施個壓吧 看誰敢跟我對跳 我驗了二是精髓 那如果 六 七 八 九沒跳 我們就出四吧 過了 七 好 我的藍科是 一 四 九 可能容錯一個七 對 先跟回應一下 十號名牌看到我的那個炭氣 我是 炭牌給自己打氣 這絕對好好加油 什麼那種感覺 我好啊 對 然後一號 為什麼我把一號打定藍 是因為 我 十號這邊有看到我這個反應 我覺得還滿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一號剛剛講 是完全跟著十號打我 然後 他也沒有講出實際上 他覺得我 名牌怎樣 然後就踩我 所以我覺得一號很硬打 在前術會發現最不好 那我認為一號是狼的情況下 剛剛通靈師說他查了十二 我覺得五號滿像的 因為他整個狀態就是 我就是神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五號 二號 五號二號感覺是 雙好 然後二號不會盤到 他是機械狼的可能的原因 是因為他發言很好 然後保釋有這張三號 我覺得三號也是好 所以 踩這張二 三的四號就怪了 加上四 我認一號我是定狼的情況下 四號在發言的時候 踩二 三雙狼 然後沒有打一號這張狼 沒有講評到一號這張的 沒有講評到一號 所以我覺得一號跟四號 有可能是雙狼 然後後智慧還沒發言嘛 但我覺得八號看起來 偏輕鬆 然後九號名牌 我覺得有點微怪怪的 所以可能是 然後容錯怎樣七是因為 剛剛那個五號點到七的時候 我覺得七號的表情不太對 但還是要聽發言啦 我這局 可能會出一或四 可能四吧 四比較像 比較像是比較頂的啦 或冷 不是 妳那 妳幹嘛要出 因為要出到很對喔 不是 我覺得 沒有 四號 四號 妳那個反應也太刻意了吧 我 二三那會雙狼吧 太硬了 太硬了 二三會不會雙狼啊 超硬了 超硬了 那個反應太假了吧 我照自己是好人喔 我 不 不 不 OK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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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 四號 對 然後 一二三超好 完全沒辦法打成雙狼 然後一真的不太好 然後我剛原本是一四六 然後八個的容錯 因為沒有八個容錯的點是因為 剛剛前面在發言的時候 就她的手一直就是 你知道圍在一個大腿那邊 她說也這麼防守的感覺 然後她又一直假笑 就一直假開心 沒有很發自內心 所以我覺得八可能要放容錯 但我覺得妳可能在六的後面一點點 我覺得狼坑 沒有 六應該是滿定 四六應該是滿定 我覺得一八會出一個 那我覺得因為六剛剛有猜九 我覺得九的那個反應很像是 猜什麼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叫九 感覺還不錯喔 我覺得四六很定喔 因為我剛剛看到六號 她很像在觀察誰是什麼身分 然後你等一下要想要自爆帶人 我不知道 我剛剛是覺得 因為剛剛在 剛剛在看的時候 艾莉亞一直這樣 我覺得六可能是狼王 我覺得六可能是狼王 一八一個機械狼 他四是小狼 我就可以先出生 過 我一開始本來覺得妳的名中耶 結果妳猜我 但是我還是覺得妳的發言 我是覺得是好的 我先講我剛剛一開始起來看 我覺得您中的是六七九 然後因為那時候小萊是一直往那邊瞪 我想說他是不是刻意做這個效果 然後九是從剛剛發言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觀察他 他有一種就是很微妙的抖動 感覺很像事情被發現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九有一點問題 但六會是狼嗎 但我不知道耶 我是以聽他的發言的感覺 我不會覺得他是狼耶 我不知道 我是聽他的感覺 講話的感覺 感覺是很委屈的感覺 然後四就一定是 因為他講得太刻意 我覺得他一定是狼 然後一 一 因為我前面覺得二三 很輕鬆都很好 那一二三一定會 一二三裡面一定會開一個 那 那就一定是一嘛 但是韋晉的那個第一次 我有看到你 好累 看艾莉娥然後笑的那個感覺 但我不知道那個笑是真的發自內心的 還是那種你演出來的 所以我可能 我要不要把你打成 好像也先問號… 所以我先聽聽看九號是怎樣 但是我這一球會投四 GO 好 九號發言 這個八號在說八十位 因為那是我抖動完全沒有 冷靜 震氣到一個不行耶 然後八號好怪喔 你說雖然你打我 我也覺得你有點臨終 可是我還是覺得你是好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六八有一個互保模式啊 我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你說 因為全場都覺得六很奇怪 雖然我覺得六可能是好人 因為你一講六那個臉的時候 六每次那個臉就是抽到 就是好人 反正他每次那個臉就 他狼的時候他反而會正氣十足 因為他是一個很喜歡玩 玩狼的玩家 所以 雖然他剛剛把我大入狼坑 可是我覺得六可能 是我在我的容錯 我覺得八還比六怪 所以我可能是一四 八容錯六 那反正現在感覺最 像定狼的是四號嘛 所以我自己回頭四號 好可憐 請大家進行投票 三二一請投票 請 投票 請 四跟八 六跟八 六 八 好 我要講一言吧 你投什麼 四號 六號 投票在請去 請發表一言 怎麼會這樣 什麼 怎麼會這樣啊 我覺得七九鬆狼耶 我覺得七九鬆狼耶 你給我 把這個 我覺得六號踩我就算了 因為五號通勤師這樣踩 然後六號 七號這個 你剛剛好像踩我的時候 也講不出什麼邏輯 你就是用一個在模仿的狀態 然後就想要硬把我這四號刻出去 九號在保這七號 七九有可能做成鬆狼耶 我覺得二號是跡象這件事情 我就 就放到最後面去盤了 因為那個機率太小了 這樣子下來的話 二三真的是會偏好一點 那我狼坑的話會在一七九 一七九 我是一個平民 天啊 我以後不做效果了對不對 好不好 我會好好講話 對不起 好不好 跟大家說聲抱歉 過了 蛤 你是 天黑 天黑 天亮起真夜 天黑 昨晚 一號 二號 被殺死了 辭尊城市逃開區 剛六號 我這六號滿好的 他盤那個格局一四 是六號盤的嗎 說一四雙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滿 好像是成立的 一四那個真的是 太像 太佳了 所以 我現在比較難分的是 我覺得八九十我比較難分一點 因為七好像還可以 八是有點 但八九十九又好一點 然後 八可能要走在最前面 但是十 十是我怕的那一張 就是 剛開始最隱藏的那一個 但我不確定 因為 聽起來的話 因為十這兩排 他是有可能做 他是機器人的話 他這樣子聊也是合理的 就是他這個 手之味 然後聊一些名牌 因為他只要用一個 好人的視角去聊就好了 因為反正通常是驗到他 他也會是 是那個 好人嘛 或是角色牌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一把我會著重聽八跟十 我覺得七九 他還算可以 因為六去打這個九 九還會 還會去 把我這樣六 然後 聊 聊得也還行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 最把會著重聽八跟十 過了 我昨天演了八 八是好人 機械狼 我先 先不那麼早盤 我會驗八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從 剛剛的票請去出發的 因為剛剛六投了八 四投了七 可是七在我這邊 真的很像好人 因為七第一個打死這張四嘛 那四出去也沒開槍 所以我覺得七 如果真的是一張狼人 好像也不用這麼大力 去推這張四 所以我驗了這張八 因為剛剛六投給八 我不太知道六為什麼會 沒有跟著去投四投了這張八 所以我驗了八 因為我覺得驗八收益可能最高 因為八如果是好人 六你可能就要盡肯 然後我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他是機器人 然後去吸得其他技能 因為我覺得八也有可能 滿容易被扛推的吧 所以驗他就給他一個身分 驗出來是個好人 所以輪次喔 我覺得九是好人 九的狀態我覺得很像好人 因為六剛剛看了一下九 然後九的那個反饋 我覺得滿像好人的 所以可能要著重聽十吧 因為十剛剛第一局 發言的資訊真的太少了 所以其實第二局 我們要滿著重聽十的發言的 那二既然已經走了 我應該可以報了他的身分 以免我怕後面 有人穿著他的衣服 他是女巫牌 對 二是一張女巫牌 所以我前面才會覺得 二是好人這樣子 因為我猜到他是一個神之派 然後他的發言確實也很好 所以我沒有排二是極限量的可能 我會從六八十裡面選驗啦 就這樣 過了 六十 好 我剛剛的藍坑是 我剛剛不是說我藍坑是149嗎 因為9還沒聽反應 但是我聽完9的反應 我覺得9號像好 因為剛剛8不是說 他覺得9在發抖嗎 他回應8的那個 我覺得是好 然後他明我的牌 他給我一個身分 我是全場 大家都採掛像很重 可以控制的牌 9號給我一個身分 所以我覺得9號像好 然後他的藍坑 也是14這邊 我覺得9號應該是定好了 然後 所以我後來的藍坑 變成是148 我覺得8發言不好的點是 7打這張8 然後他8還覺得7好 然後他8還保我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後置位 我覺得7、8、9發言最不好是8 那我剛剛以148 這樣排藍坑下來 然後8去推了這張4號牌 就後置位的人都票 都排了這張4號進坑 所以我覺得4號有可能高 進去作為那張狼王 所以我的票才不會上在4號身上 我上那一張我覺得 可能是小狼 或者是機械狼的人身上 所以我才上給8 這是我票8的原因 對 然後 再來的話 剛剛5號查8號是 好人嘛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 我覺得這個是滿成立的 可能1號是被讀的 那1號可能 可能做人家狼王牌 然後4號是小狼 8號像機械狼 我覺得5號其實剛剛 可能可以把8號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盤說 他到底學了什麼身分 那他的視角裡面 缺失了什麼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可能我還是會主動聽8號發言 然後12號還是要主動聽一下 因為剛剛是第一個發言 沒有什麼太大的資訊 只是我又覺得妳好 是因為妳有看到我這個點 然後笑得也很開心 所以我剛剛抿牌的時候 就是沒有把妳放進坑 那8號就是 我需要著重觀察的牌 然後 7號妳的狼坑是 146 什麼 1468 我的狼坑就是14 然後妳覺得 我怎麼可能把我的狼坑 都踩進來 對 把我的狼隊友都踩進來 然後我還在那個狼坑裡面 所以我覺得7號狼坑 可能要重拍一下 對 欸 妳的狼那個1479 妳有比我歪嗎 或者放妳一個而已 你179才怪嘛 妳把8完全放掉 換這個 我現在才要換 我覺得 你剛剛換的 還不錯 我現在把妳放掉 先違放 違放 還在那個容錯 妳從正位放到容錯那邊去 因為我也覺得8 雖然5號查8 但8還是沒有放在 但我不知道這個輪次 是不是有要先出他 因為妳畢竟查他是好人 那因為8不通 因為真的剛剛雨婷有點出一個 我覺得8剛剛第一個超怪 她說我覺得7很凝重 但我覺得滿好的 妳不是應該順勢 幫我踩進去嗎 然後她剛剛很奇怪的是 妳知道 其他人放在那邊 假算 她這樣 她說什麼耶 她沒有東西上啊 妳睡完妳也不寫上去 妳這樣 假算 我想說 假算 所以我覺得8號 我先一半一半 因為畢竟妳還是被查得精髓 但我認同妳說的 我覺得妳可以把她身分講出來 因為剩下的 要嘛獵人 要嘛守衛 要嘛平民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講出來可能 後面有重複人身分 可以跳出來 可能比較清楚 那另外一個課 那就是剩下10了 8跟10 我覺得就2選1 那我個人的1好像真的有讀 對 因為我覺得9 對我來說還不錯 我覺得9還不錯 那3滿好 那6 6喔 對 所以我覺得8跟18 那我聽一下 8如果自己發案不好 我會先票8 那如果10發案不好 我會先票10 對 GO 我先回應妳 為什麼我要算 就是我在算 如果我跳出來的話 會不會死這件事情 如果那個坑會不會變小 他們就會很容易猜到 名在哪兒或是怎麼樣 我要去算這個 然後我要想我要報 報 然後我覺得怪的是 6號為什麼會怪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 他的發言很奇怪 他怪在 他說 8號為什麼要投4 他有可能是機械狼 但是 狼 機械狼跟狼是不見面的 你怎麼會那麼確定 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6號的發言是滿奇怪 而且我是第一個保你的人 然後接下來才是9號保你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我在聽9號發言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說 這個人 我本來就覺得他怪怪的 然後你又 剛剛又保他 我又更確定覺得說 他是不是一個狼 但7號你是 9號剛剛說 我覺得我發言很怪 因為7號 我先懷疑妳 是不是狼人之後 然後又覺得妳好 我的發言是說 我一開始覺得妳很凝重 但是聽完妳發言之後 我覺得妳是好人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所以應該是他 篡改我的證詞 對 我不知道前面有聽到 應該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所以呢 我等一下應該會先票掉 6號 過 我覺得6號是好人 3號 我第一輪覺得6號是好人 可是你現在又拍獵人 但是獵人就是你 因為還沒有 沒有別的獵人 所以是你 是狼 因為10號到現在 他只有發言第一輪對不對 然後他第一輪起來是 猛烈打流掛像 因為他是手之味 所以很難去 評斷10號的發言 那8號應該是貼好了吧 然後我沒有串感情的發言 因為我剛剛就是聽到啊 7號有聽到對不對 就是 就是 但我沒有要再猜你了 你不要生氣好不好 我就是 對 我就是把我疑慮 就講出來啊 確實就是有一些疑慮這樣子 好 那我覺得我不用太多廢話 然後聽10 因為10就是從 就是我還沒有聽到新的資訊這樣 所以聽10 16選 過 我是獵人啊 所以他這樣跳 我是真的獵人 你想一下喔 如果 好 你們這樣講也合理 我是機械狼 我看到一個這麼凝重的牌 我還這樣點他 他很高機率是我狼隊友耶 我還這樣點他 我一定裝沒看到 我裝不知道好不好 我這樣點6幹嘛啊 然後我覺得6 真的翻回很多層 6應該是好了 那我現在在想 如果他不是最後一輪的話 你們等一下歸我 我還是得帶他 那他還會再開一槍 是吧 那如果你們歸他 然後他來帶我 我壓槍給你們看 我壓槍給大家看好不好 我壓槍給大家看 反正你們也刀不完啊 我們來不及的話 就是4號真的是平民 當然不可能 但我覺得刀不完 我壓槍給你看 因為我也怕我帶錯 我也怕我帶錯 那我自己覺得的是 3是好 然後5通0是不動了嘛 然後7 9我很猶豫 可是說不定你們根本也不是 4根本就是1已經走了 對 7 9我很猶豫 是因為純粹就是因為 如果我還要再抓 如果1不是男的話 剩下一隻到底在哪裡的話 我真的抓不出來 因為4投7這個 有一點混淆我 我就想說他幹嘛投7 他我送一個好人出來嗎 可是他難道有這麼說到 他要去投一個 根本剛剛不在聊天 大家聊天內容坑裡面的人嗎 所以7的確有讓 因為4的投票 有讓我有一點不知道 反正票8沒結束 再說 再說 好不好 再說 我是獵人 我是獵人 GO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出票 8號 淘汰 請去淘汰區 遊戲結束 正義的確認 對啦 我是平民 我可怕啦 可以 妳那個做錯了 確定有細節 真的啊 妳是狼啊 這有細節 所以沒什麼啊 還有一個 可怕 直接被輪到死了 我沒有知道 我都被點過了 我都從頭就被點了 我知道我們今天聊 你們兩個講 妳差太多了 而且我剛剛好聽到 我是金水啊 誰是狼王 他是狼王 我刀他 他毒我 我這樣講反面 我也不是 愛麗兒耶 你學到狼王啊 你學到獵人 獵人 我以為 我以為愛麗兒是狼王 所以我在想說我要 我就直接跳出來 沒有差 好 那我們來 我們是選VP2 一塊棒選 不跟票不不票 第一天就點不出來 誰 2 1 1 什麼意思 第一天就點對 一比十好啊 然後三篇好 我是同麗兒 我是同麗兒啦 我是同麗兒 好 曉青選擇舉手 我開始好了 很氣味 曉青舉手 好 三票 這是凱鑫喔 麗兒呢 麗兒舉手 麗兒 好嗎 麗兒 我怎麼有 曉青 曉青的舉手 我又被五票了 好 恭喜小齊瑄 妳現在怎麼不都知道 至少妳要有讀到 工作量 工作量 跟點爆四個是妳吧 點爆 然後又讀到 然後妳用一個 那個好 很棒 投屁 妳很棒 好 想看更多沙頭 用緊氣的 嘴巴 我幫YouTube 阿倫少爺 對不對 戴一瓶 都好棒 我說妳很棒 點爆四個是09 沒問題